議員就想請教今天郝龍斌有拋出藍白一盒的可能 你是怎麼看 堂堂一個百年大黨 淪落到要跟才剛成立不到三年的 民眾多數不支持的柯批黨 我覺得要去跟他們合作 國民黨真是不禁令人唏噓 國民黨你是百年大黨 你竟然淪落到要跟一個成立不到三年 多數民眾唾棄的民眾黨去談合作 我最直接講 國民黨 你們不怕死就去吧 這叫 與虎謀皮 抓雞嚇三尿 國民黨 不吃振作 不圖 與社會大眾去做溝通 然後光是在想如何在政治上的版圖 合眾聯盟 來扳倒民進黨 我覺得這種想法 太不掌勁了啦 那當然 郝龍斌可能是好意的 因為他看國民黨 一而再再而三的輸去 他可能餘心不忍 也想不到什麼好的對策 郝龍斌情急之下 那就想與虎謀皮 那基本上 國民黨 找 柯批黨合作 其實是一拍即合的啦 因為他們背後 都有一個共同的老闆 那就是中共 所以我想中共 在這一次 所謂的 白藍河上面 應該是 非常的 樂見 而且他們可能背後也在推動 那如果說 以 正常的道理 說 一加一 大於等於二 這種道理來講 似乎 他們說得過 但是他們忘了 他們白藍這兩個黨 就因為他們背後是共同的老闆中共 所以多數 我們台灣社會的民眾 是不能接受的 那 白藍不管合不合 他們 他們要能夠 維繫他們自己 黨 在我們台灣的生存 跟我們台灣選民的支持 他們應該好好去檢討反省 為什麼 他們這兩個黨 這幾年來 江和日下 這些他們要先去搞清楚 而不是 一味的 為了合作而合作 為了扳倒民進黨而合作 為了討中共歡心而合作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所以 夠膽的 不怕死的 國民黨那你就去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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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